小姐姐像往常一样出门逛街 两个黑衣人突然出现并抓住了她 直接把她拉进了面包车里 然后将她送进了精神病院 两名护工不顾女孩的挣扎 先把她拖进了浴室里 他们扒光了女孩身上的衣服 不仅用马桶刷洗刷身体 还用冰冷的自来水冲洗 女孩只能痛苦地哭泣着 她被换上一身衣服后 带到了院长面前 女孩想要解释 可是嘴里带着口塞根本说不出话 院长只是给了护工一个眼色 两人直接把她拉到一旁 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等女孩醒来时已经被关进了小黑屋 护工阿强来到这里 女孩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 她跟阿强说自己并不是精神病 可阿强说每个精神病都这么说 就在这时另一个护工来了 她见阿强还没给女孩吃药 于是直接按住女孩 强行把药喂进她的嘴里 第二天一大早 所有的患者都开始排队检查 他们光着脚踩在冰冷的地面上 这是女孩第一次接受检查 她再次向院长说你们抓错人了 我不是精神病 女孩再次被护工强行拖走 将她关进了小黑屋里 这个女孩没有精神病 却被人送进了精神病院 女孩尝试过各种方法逃离这里 但还是被抓了回来 她发现护工们半夜会推着病人出去 可是都不见病人回来 而且这里有个疯癫的短发妹 每天11点后都能自由活动 院长都会亲自给她检查身体 女孩问短发妹怎么才能逃走 短发妹却告诉她 在她隔壁的男人知道怎么出去 晚上女孩回到病房找到了男人 让她告诉自己怎么才能出去 可是男人却提出一个条件 让女孩明天去浴室见面 两人见面后 男人提出了非分的条件 女孩只能答应下来 得知出口就在院长办公室后 女孩直接没收了她的作案工具 男人痛苦的叫声引来了护工 而女孩趁乱来到了院长办公室 可没想到男人告诉她的密码是错误的 还好女孩想起了短发妹经常做的动作 果然是办公室的密码 经过一番寻找 女孩在柜子后找到了秘密通道 可院长突然回到了办公室 由于女孩体力不支 她从通道里掉了下去 院长听见了通道里的动静 这才发现了女孩逃跑了 等女孩醒来发现自己在地下室 她跌跌撞撞地从地下室逃了出去 女孩的样子引起了路人的围观 可就在这时 两个黑衣人朝她追了过来 女孩撒腿就跑 还好遇上了巡逻的警察 本以为就此得救 没想到警察把她送回了精神病院 女孩在闹市区被人拉进面包车 然后送进了精神病院里 她被当成了精神病患者 好不容易逃出了医院 只见院长拨打了一个电话 女孩就被警车送了回来 随后她就被带到了手术台上 为了给女孩一个教训 院长决定从她身上取走某样东西 原来院长还有贩卖人体器官的勾当 阿强端起一个箱子 被箱子里的头颅吓个半死 他决定救下女孩 阿强找到了女孩留下的号码 他拨打了这个电话 接电话的是女孩的男友 男友立即赶到这个医院 在阿强的接应下 两人找到了躺在手术台上的女孩 就在三人逃跑时 他们正好碰上了院长 几人又被他们抓了回去 女孩请求放过自己的男友 可是院长直接拿起电锯 直接锯开了她的肚子 而就在这时 短发妹像往常一样走进办公室 她见院长不再就挽起了蜡烛 没想到蜡烛点燃了办公室 院长为了资料冲进了火海 阿强带着两人来到安全地区 他看见病人们还在病房里 于是阿强再次冲进火海 他就这样消失了 女孩准备带着男友离开时 院长突然出现在身后 他把男友拖进了火海里 最终只剩下女孩一人活了下来 影片也到此结束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你被抓进了精神病院 怎么才能证明自己是正常人呢 我是金乐 我们下期见